大齊啊 就你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听到的一个故事吧 就是迎谈人的故事吧 如果说涉及到个人隐私方面 你可以技术处理一下 就是不一定说人家名字 也不要说人家的小区 就说这个事儿 咱们就谈谈事儿 好吧 既然你们看我这个门头下面写的是 那是故事 对 那我就给你讲一个故事 之前我做家政公司的时候 经常有一个老爷爷 穿得很朴素 但是很干净 戴着帽子 包括脖子上的围巾都耍白 看样子有七八十岁 七十多 后来我问全是75岁 主这个拐杖经常到我那儿 门口 他不好意思进来坐到门口 门口有一个大石头坐在那儿 然后晒太阳 这个时候毕竟老人 我就看着他 我就心里面有点疼 我说送杯水吧 送杯喝水 这样我们就一来二去的成为好朋友 就坐在一起聊天 那老爷子长得特别像谁 我给你描画一下 李鸿章 你能理解吗 李鸿章 眉毛 脖子胡须 你想一个七十多岁的胡须 而且身里很健碩 眼睛晶晶有神 这么一个人 一聊 东北人 原来在一个企业 是一个技术员 我说老爷子为什么你七十多岁的一个人在这儿呢 他说和家里的孩子没法沟通 儿媳啊 儿子 我说那你这一个人在这边 他们不管你吗 管啊 我说怎么管啊 他们拿着我的退休金 然后每个月给我 给我的亲戚那儿打上五百块钱 然后我亲戚再给我买点饭 我说那你自己有退休金 你自己不拿着 你让你儿子拿着 他说他生活不好 我一下子我感觉什么 天下父母心呢 他只会疼儿子 儿子不一定会疼他 这是事实 扎心啊 对吧 扎心的 这是扎心的 然后呢 我说没事的时候 我说老爷子您坐我这儿 我其他的不敢说 就是给你喝杯热水啊 偶尔的我这儿吃个面条 馒头的时候 您可以 挺好 然后呢 那年的年底就是疫情 疫情来了 老爷子没有手机 也不知道外边 突然怎么 我原来那个门头上 有我的电话 打过来电瓣了 说大琪啊 那个外边怎么没人了呢 我说老爷子 现在有个疫情 一个传染病 非常严重 全世界都在经历了 不敢出门 我说你也不要出门了 那我吃饭呢 我说老爷子 我给你买点面 油 白菜 你将就着 先看看情况再说 我正好我身边有很多 挺热心的人 都买上米面鱼 就和我一起去送过来 那时候是刚开始 那个疫情还不是很严控 给他送到家 给他说你不要出门啊 怎么怎么 后来老爷子又给我打电话 说是 我没药了 我现在药店不开门啊 然后呢 慢慢慢慢在里边 我说你不是有个亲戚吗 对吧 在这个很严肃的时候 你得让你亲戚 我刚进言 不是还给你打钱吗 亲戚该给你买东西 买东西哈 后来呢 别人就发现有点变质了 怎么变质了呢 老爷子自己的钱不花 他就让别人给他 花钱买东西 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善良啊 有时候你过分的付出了以后 就好像不是善良了 对 对吧 对 咱没有目的 但是别人就以为是你有目的了 后来就别人劝我 说你有父母 我说有啊 他说 你有父母 疫情的时候 你给你父母打过钱吗 哎呦 一下子让我警醒 是不是 对 我父亲是有点退休金 对 但是用暗心上说 你也没给你父母问候一下 说是给他 给他一点援助啊 对 对吧 而这个老爷子呢 正相反 他有儿子他不用 他就要用你们啊 你认为人和人的心态的变化 这个冲突有多大 对 所以 你说我们不管又不合适 不管也不合适 后来 有点得寸进尺 嗯 三百块钱的药 八百块钱的药 都得别人给他掏钱 哎 太过分了 过分了吧 对 有些时候不是钱的问题 是事的问题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说 后来 我们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也不敢去涉足这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 在银探 你想做点好事 对 不一定真敢做啊 嗯